今年剛晉升為四寶媽的本土巨女神白家綺 近日受國民健康署邀請 擔任母乳捕育大使 事業家庭兩得意的她 與小五歲的先生吳東諺 甜蜜感情有目共睹 老三小斗仔是白家綺與吳東諺 再婚後的第一個孩子 為了讓她也能有相近年齡的玩伴 兩人再生下第四寶小朵拉 面對忙碌的演藝事業與家庭生活 夫妻倆用信仰建立彼此 成為對方最好的神隊友 兩個小孩跟兩個大小孩 其實有一定年齡的落差 只是說我們就是 感謝神的美意跟安排 讓我們可以先陪伴小的孩子成長 也可以先適應大孩子他的狀況 我們也常常跟孩子分享 其實我們現在 上帝把我們放在一起成為一家人 我們是一個團隊 有很多的事情 並不是只有大人 需要付出努力 或是小孩需要 成為模範夫妻的兩人 在認識信仰前 情感之路相當坎坷 兩人也在真情部落格節目 大方分享艱辛歷程 白家綺從小到大過著負債生活 又遇到創業失敗 婚姻破碎 已育有兩個孩子的她 在與吳東諺交往後 常因女尊男卑的心態 雙方爭執不斷 公開戀情之後外界多數看 所以我要照顧爸爸媽媽外婆 兩個孩子 那一個對我這個東西沒有幫助的人 我跟他的未來在哪裡 一公開你知道網路上現在 很多咒詛 大概就是這男的要紅很難啦 以後一定是女的養男的 然後我們跟你們打賭 兩年內就離婚 有些三年有些說一年 深愛著對方的吳東諺 在自卑絕望的過程中 以禱告抓住一絲希望 也在一起發光 送一名牧師夫妻的帶領下 轉換眼光看待這段婚姻 她每天晚上找我一起 嗯 帶著她 因為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禱告的技巧 也不懂什麼經文 我就真的是親愛的天父主耶穌 然後後面有奉主的名求Amen 帶著她一起禱告 就在有一次 她在做著那個日復一日的禱告的時候 我聽到一個聲音說 愛家綺 你不就是要一個人好好地愛你嗎 我那個回憶瞬間回到我 剛失去我前一段婚姻的時候 我在廁所裡 坐在地上 抱著我自己的膝蓋 我哭著跟上帝說 我只是要一個人好好地愛我 有這麼難嗎 然後她開始發現很多事情 並不是理所當然 然後她跟我講話的方式 也變了 短短兩三年的時間 信仰翻轉了快要沉船的婚姻 夫妻倆也樂於分享 更在職場教會中多做見證 用家庭的美好經歷 帶來更多的祝福 顧TV新聞中心新北採訪報導 請問好 嗨 召集完